伯根蒂呢一共有33个特级园 这些特级园呢大多位于山坡的中坡端 从南到北绵延的连成了一条线 那这些特级园呢都是公认的最好的伯根蒂的风土 从中世纪的修士时期就流传下来 修士们通过自己的经验 已经筛选出了这些地块 那我们现代科学呢用科学手段去测试 发现这些地块确实它的土壤条件 它的朝向它的各种风土条件 都是要优于其他的葡萄园的 整体来说呢特级园的葡萄酒 它的香气更有层次感 它的口感它的酸度和单凝的结构性更强 更加的有陈年的能力 就特级园来说 这些葡萄园有的面积很大 有的面积很小 面积很小的像罗曼尼康蒂只有1.8公顷 面积很大的呢像辅旧园有50公顷 那这种很大的特级园 在特级园自己的范围内 风土也会有细微的差异 你看像辅旧园它呈一个长方形 从西北部的辅旧城堡 绵延不断地缓坡向国道方向延展 那靠近城堡附近的葡萄园呢 它的土壤石灰石和沙利石的含量比较多 土壤的排水性非常的好 那这个坡的中段的土壤 黏土的含量更高一点 排水性适中 靠近国道的部分已经是很平坦的葡萄园 它的腐质质和有机质的含量比较多 排水性一般 那排水性越好的土壤呢 对于葡萄来说 它能生长出更健康的根部 能从土壤里吸收到更多的矿物质 使葡萄酒的口感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有层次感 除了土壤上面细微的差异之外 因为整个辅救园在伯根地的历史长河中 经历了很多的易主 很多的四分五裂的变化 现在它有82个主人 那每一个酒农对自己的那几行葡萄园 都有自己的理解 在采收的过程中 他们会每天来葡萄园去尝一尝葡萄 来决定到底什么时候 我们家的葡萄该采收了 采回去之后呢 在酿造的过程中 在每一个重要的节点 都会有自己的决定 到底要不要进行冷进制 要不要带梗发酵 像带不带葡萄梗发酵呢 每一个酿酒师也都有自己的选择 如果带葡萄梗发酵的话 这个葡萄酒的口感可能酸度会更高 丹宁的层次感会更复杂 但这也都是每一个酿酒师的选择了 就是因为这些选择的不同 这些地块的细微的差异 导致了即使在同一个特级园的范围内 你也可以尝到风格千变万化的 伯根蒂葡萄酒 这其实是伯根蒂另一个魅力的所在 在选择伯根蒂特级葡萄园的时候 我们不仅可以选择地块 还可以选择不同的生产商 在这个风土的变量里 可以做很多垂直和平行的对比品件 对风土这个概念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那这期关于特级园的内容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喜欢的朋友继续关注 拜拜 by bwd6 by bwd6